一個來自紐賓小玉省的父親 因為未接種疫苗而失去對孩子的監護權 梅智輝報導 一位拒絕接種新冠疫苗的父親被法庭裁決 他會對免疫能力偏低的10歲孩子帶來風險 所以被判失去親自照顧他一共三位孩童的監護權 這名父親曾向法庭提出自己的研究報告 質疑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不過這份報告未被法庭接納 在長達26頁的法庭裁決當中 並沒有提到父母和孩子的名字 只是表示夫婦二人於2019年分居 並同意分享他們三個孩子的監護權 但現時由於父親沒有接種疫苗 三個孩子將會由媽媽暫時照顧 父親只是允許通過Zoom而獲得探視權 並不允許親自接觸孩童 直至他接種疫苗之後 就可以重新向法庭申請要求改變判決 媽媽的代表律師歡迎今次法庭的裁決 並表示由於疫情的關係 使到現時的監護協議變得更加複雜 一些不願意合作的分居父母 甚至將疫情用作拒絕另一方探訪的藉口 所以今次的判決將可以作為其他案件的先例 請問一下